哈啰,大家好,我是古琴啊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我們天達M 最新的職業,死神職業的技能組哦 那官方在7月6號的晚上的時候就公佈了 死神職業整組技能哦,都把它弄出來了哦 公佈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哦 那我剛剛有稍微的看一下哦 他目前是有把死神的技能組分為4的成分哦 應該說他有4種特性 好,那我們先來看哦 EP6的艾爾摩哦 所以EP6就是一個艾爾摩的一個強化版本哦 死神的金職業也是在艾爾摩那邊出來的哦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死神的角色後面有一個圖案哦 那這個圖案是鐮刀的圖案 那這個應該也是 死神的一個職業的一個標誌哦 鐮刀的標誌 這個哦,大家應該有看到哦 好 好,這個是鐮刀死神啊 大家跟鐮刀死神簽下了契約哦 或者的死神的能力哦 那這邊大家這邊有一些技能組啊 這邊第一個類型哦 無情的屠殺者 無情的殺戮者 有1234有4個技能哦 下面這個是 技能的一個進化版本哦 打一打會變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每一組技能都有做一個影片哦 我們來看一下 無情的殺戮者技能組 好,首先第一個是重圖滅絕哦 他是一般階級的技能可以 控制哦 暗跟off哦 off的時候是打單體的 暗的時候是打範圍的 最多可以打五個哦 一個 敵人在主的NPC吧 好,第二個是這個 地獄切割哦 這個大鈴刀的範圍 可以打三個範圍 好,第三個是這個 這個比較特殊哦 這個叫做 自身盔甲 那基本上這個技能啊 是白技 然後是一個被動技能 那他基本上 好像有四個類型吧 四個階級哦 然後他目前是列出 列出第一個階級哦 一般階級的 就是 打一打可以降低目標的 防禦能力 還有他的一個 近距離迴避能力哦 所以有一個推甲破壞 破盾的一個效果 好,大概有另外第二階段 破傷害的 第一階段是 防禦跟近距離迴 好,他這邊有四個階段 1234 第一階段是防禦跟近距離迴避 第二階段是要學習這個技能哦 這第二階段是紅技哦 第二階段是降低搭的一個什麼東西 降低搭的一個近距離跟遠距離 還有魔法的一個傷害減免哦 然後第一階段是止氣哦 你要學這技能還有第一階段哦 不然都是只有第一階段而已哦 你要1234 繼續學下來 第一階段是 可以降低搭的一個階段減免哦 跟階段減少的部分哦 一樣是破盾哦 然後第四階段是這個 我充暈的部分哦 這是充暈叉叉 所以降低對方的一個 充暈抗性 還有一個充暈命中哦 都是整體 基本上來講就是弱化的一個效果啊 我弱化很多哦 第四個技能哦 第四個是經濟哦 好接下來第四個技能是這個 最後的死亡 我大致連段技哦 連續技哦 他會偵測血量比較低的人 會出現這個頭 這個引斗出來 血量低於25%就會顯示出來 然後你都可以切換這個技能 去秒殺對方哦 這個一個大傷害的技能 我這個是紫神職業的第一個技能組哦 接下來 都是這五個 接下來他有第二個技能組哦 第二個技能組叫做 死亡宣告哦 大家這邊分別有123456 這邊有經濟哦 六個技能哦 我們看一下 他有影片哦 好 第一個是紫王衝運哦 這個是死神的衝運哦 然後衝運之後有這個 治療力型的效果哦 補血會變成扣血 好接下來是強化版本哦 然後版本叫做 死亡衝運 安穩曲哦 大家是一個被動技能啊 有高機率指目標 不迷哦 是衝運哦 高機率衝運的意思啊 然後他有帶有這個 治療力型的效果 補血會變成扣血 然後有機率會召喚這個 鐮刀死神哦 但後面有一個鐮刀死神 照面 他的鐮刀死神就是 結束衝運之後 他會砍敏一刀哦 然後那一刀傷害值蠻高的哦 看一下 補血會扣血 我再砍一刀 有沒有額外的傷害 咚 咚 咚 還沒關係 反正他是一個傷害值啊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是這個撤抓 就是抓敵人的一個 技能 那抓的時候他還是得 可以攻擊啊 不過 大家不能移動 抓住目標的一個技能 好第四個是 撤抓的一個強化版本 撤抓夯文曲 那他是一個子技哦 被動技能 他可以增加我們這個 撤抓的一個命中率 還有命中範圍哦 他的距離可以變得比較遠 另外啊 抓到的時候還可以 無視障礙哦 無視這個障礙物啊 或者是玩家跟障礙物應該也算嗎 哦 他目前就是 只有展示可以一直往目標通過去而已哦 來看一下 衝刺哦 是用衝刺哦 不是一步一步走 是直接衝到你面前 你看衝 衝過去了 再看一次 這邊有一個鐮刀的圖案哦 鐮刀圖案 不把鐮刀 可以衝了 好 第五個嗎 第五個 第五個技能 食王之手 他是英雄階級的技能哦 所以 攻擊敵人的時候有 低率可以觸發恐懼效果 當然就是打一打 對方會在那邊跑來跑去哦 恐懼的效果就是跑來跑去 就是對方無法控制 接下來 第 第六個技能 食王破壞者 這是神話階級的技能哦 經濟哦 那這個技能是幹嘛的呢 這技能就是 攻擊敵人的時候啊 有機率觸發嘲諷 嘲諷就是目標會往你這邊走過啊 然後在這裡無視障礙物哦 是王家哦 你看他可以穿越王家有沒有 穿越王家了 然後你再打他 另外啊 還可以增加近距離的傷害值哦 可以讓目標 受到的近距離傷害變得更多哦 打他打的陣痛 那這個動作恐怖哦 他原本在後面 他慢慢的就突破人群團前面 看你打他 而且時間啊這樣蠻久的哦 現在就是 食神職業的第二組技能組哦 主完全告 感覺就很op啊 這六個技能哦 好接下來是第三個技能組哦 靈魂管理大師哦 目前我還沒有翻譯出來哦 就暫時先叫他靈魂管理大師哦 他有三個技能哦 他的技能分別是死亡收割者 幽靈技術器 菱形術 分別是這三個啊 第一個是死亡收割者 就是打目標打一打把它幹掉 有機率回復血 那大概有兩種效果哦 一種是打小怪啊 打怪物會少量的回復HP哦 回復少量的HP 啊目前還不知道多少 另外啊打玩家把玩家幹掉的時候啊 有機率回復100%的血量哦 直接不到滿啊 不過他跟暗奇不太一樣 暗奇還可以補魔力 大家不能補兵 那接下來第二個技能是 幽靈技術器哦 那這邊有兩個角圖 那是幹嘛的呢 就是這個玩家在攻擊我們死神的時候啊 才會發動的技能 可以增加 敵人的一個傷害值哦 該是說 可以對他支放持續性的傷害值 然後並且 對他進行緩速哦 你看他有這個鬼手會抓他哦 他變得走比較慢有沒有 變紅色的 走比較慢 應該就是緩速的一個效果比較大 好接下來第三個是菱形術哦 菱形術的話 使用的時候 可以解除 被板的狀態 還有被偷運的狀態 另外還可以早量的回復HP哦 而且啊這個身體還會呈現半透明的效果 菱形術 菱形術 但原本 原本是被這個小柱巾包圍啊 然後再按這個技能 解除充暈 然後 剝離出來 然後打他的時候都會 本來是隱形的 然後都會露出來 這幫都唱得不大 這樣這原本一開始 一開始是被充暈的哦 要進去充暈 按這個菱形術解除充暈 好 對方沒有看到我們 打他 打他了之後我們的露駝 被包圍了之後被充暈 當然有被充暈吧 很好 被充暈了 然後按這個技能解除充暈 解除充暈 OP啊 目前最需要的就是這個 不過的你知道哦 應該可以被五朵鈍型的破解吧 應該可以 好啦 這就是第三個技能組哦 靈魂管理大師哦 Lineage M 新級class 刷新update 我分別是白技白技真指 有這三個 接下來還有第四的階段的這個是 死神職業特有的一個能力哦 死神筆記本哦 不是死亡筆記本哦 是死神筆記本哦 那這一個哦就是 根據你 周哥的靈魂郭寡 把這個靈魂建給我們的死神哦 然後得獲得額外的能力哦 那這邊有這個藍色球球 跟紅色球球 這就是靈魂哦 根據你打 打敗的玩家數量哦 來獲取靈魂的哦 那這邊有三個類別哦 一二三三個 上面這個是可以根據殺死敵人的數量 來獲得一些能力哦 這是死亡筆記本的效果啊 死神筆記本啊 第二個 中間這個有三案的這個 可以根據對方的職業哦 像是近距離類型的啊 遠距離類型 或者是魔法類型的職業哦 來增加我們的能力值哦 看你殺的是哪一種玩家哦 接下來第三個是這個 根據等級還有經驗的不同哦 可以獲得兩種靈魂球 這個靈魂球 紅色跟藍色的兩種 根據我們跟對方的差距吧 他的等級啊 或者是怎樣的哦 不講的不太清楚 反正這個就是可以 額外的增加我們能力的一個 的職業功能啊 好 那我們的死神職業就是7月7號才會 更登場啊 也就是明天哦 明天就登場7月7號 就可以來玩死神職業哦 應該是晚上6點的時候會出來吧 晚上6點才會可以創職業 所以應該可以先創啊 不過不能 該出來玩要晚上6點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新職業哦 死神的技能組介紹哦 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啊拜拜啊 哈哈 死神感覺上來真的是蠻猴皮的哦 大家有沒有興趣要來玩死神呢 好 就到這邊 大家拜拜 好 那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